好 各位 我们 今天来看一下用户模式的异常派遣 首先 我们看一下他把这个context RSP 这个是我们之前复制的 从 K12 Frame 里面得到的 context 给复制到我们 22 然后 22 给复制到我们这个里面 然后这个地方 他这个 process 给 ix ix 加上我们这个 flag 3 然后他这个地方是 test 我们看一下 flag 3 这个 process 是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这个 伪代码里面已经定义过的 所以他在这里面会有 找一下 1%没有 那我们看1%的 flag 3 1%的第一个位就是minimum 也就是最小化的进程 最小进程 最小进程 我们之前也说过 它是一个什么呢 没有 它就是一个纯20的进程 对吧 没有teb 啥的 pb 那些23的东西 如果是 大家看 test 的 al 如果不为0的话 他就跳转了 那就说明这个是 最小化进程的一个移成数据 他就跳过我们这些东西了 然后看一下 再比一下 如果他 compare 一下 是 我们看一下 如果他 test 了一下 如果不为0 如果不为0 也就是1的话 他就跳转 如果为0的话 就原来我们这地方是0 他就会再判断一下 是不是 WOW64 也就是是不是32位的程序 如果是的话 来看 那就走 那就继续往这走 对吧 我们去这个地方看一下尾代码 也不是不可以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找到这个 user dispatch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先干了什么呢 还没到这还得到这对吧 他就是判断一下 你看是不是最小化进程 如果不是最小化进程 那我们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 对吧 他就继续看 你是不是32位的进程 或者并且你这个 error code 等于这个8002 看一下这个802是一个 AC 也就是对齐检查 然后要么就是 啊不对 这个 这个是AC 就这个Eflags 它是一个AC标志位 然后这个8002是一个什么异常物 我记得是没有文章化 文章化了 好吧 这什么状态数据类型失调 谁叫什么东西 如果你这些 大家看他就把 他就可能这个地方 他就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是32位的 但是我可能 啊有些 32位的进程 有些特殊的 啊这些异常 他给处理了一下 他就纯粹的 就把这个Eflags 啊这个对齐给关掉了 他看然后直接返回了 也没做太多的处理 对吧 啊接着我们看一下 他又干啥了呢 他又啊 啊看一下你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32 current thread里面这个 是不是20 啊这个其实是最小化现成啊 注意啊 啊如果你是最小化现成啊 他也是会做一些兼容的 就是你如果是8013就变成4000EF 什么8004就变成这个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这些兼容都做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他干了什么 还是比较你用过他的异常是不是第一次 如果你用过他的异常是第一次的话 我们看一下如果GZ这个就说明什么呢 不是第一次了对吧 这个才是第一次 啊如果不是第一次的话啊如果是第一次的 我们看他干什么 他首先啊给阿巴了一个我们这个 RBX一直是什么呢一直是我们这个exception record 我们可以看一下 找一下exception record 大家可以看到确实是RBX 对吧 所以这个是RBX 然后他给了这个error code给了阿巴 阿巴直接现在复制给这个process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process1啊 他并不是进程了 他是error code 然后 也就说啊 他给这个这个应该是看一下 啊果然他这个地方是什么 他其实把它当一个参数了对吧 是第五个参数 啊第五个参数传过去之后 然后又把这个exception record 给复制到RBX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叫做KD KDTrib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啊 这个地方判断你KDTrib是不是就是 判断你是不是结果 啊就是因为他这个地方 他主要就是判断 大家看他他这个地方 他首先判断了一下 你这个error code 是不是8003 8003什么呀 是这个error code 中断的吧 不是不是中的 是那个error code 是那个error code in3对吧 如果啊是的话 他就去往下看 大家看一下啊 是的话他就什么呢 他就往这走了 对吧 如果不是的话 他就判断了一下4001f 啊大家别忘了4001f啊 其实是现成啊 啊这个最小化现成啊 他接人后的结果 其实他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 中断的中断 对吧 所以他判断你要么是8003 要么是4001f 可以多到这个地方 所以这是一个 余运算 对吧 要么是这个要么是这个可以到这儿 啊他这个地方判断你啊 必须啊 如果小语或者等于的话 这个小语等于0啊 那就说明什么呢 然后就 然后就直接走了 就说明返回0 并不是一个kd track 然后如果是大于呃 这个呃 参数数量大于1啊 那他再比较一下这个地方 应该是0的话 并且不为0啊 啊那就直接到我们的这个 反回1 也就是说啊这个地方 然后他其实就呃判断了一些东西啊 哎 我们其实直接f5一下也看的很清晰啊 大家看啊 首先判断你是不是这个 然后或者是这个啊 并且你这个得呃 满足不为0 这个参数数量 而且你这个也得不为0 这样你就是反回1 否则你就会反回0 反回1啊 就代表我们这个呃 这个中断可以可能是先被我们的这个kd track给接管 大家看 当然你这个呃 这个东西通过之后 他不一定被kd track接管 为什么大家看 如果这个东西我通通过之后 我就是jjnz通过之后 他是不是就呃 我们看一眼啊 啊不对他还比了一个debug port 对吧 大家看呃 debug port就是代表这个地方有没有调试器 啊一啊 我们后面重建调试通道就是重建这个地方 大家看他如果有debug port的不为0的话 他会就会跳转到这 对吧 呃 所以说呃 如果他是个kd track 我和有没有这个进程他是否被调试 他最后种效果是一样的 对吧 嗯 呃 也不一样不一样 就是这个地方他还呃 Tesla 也就是说啊 并且得试一个kd track 他才能干什么 大家看呃 gz 如果是0的话 那就说明直接跳过了 如果是 不是的话那就说明啊 我们现在一个中印的3 先被我们这个 内核调试器给接管 如果大家看如果不是一个kd track 他也未必就不会被 调试器给接管 就是说我哪怕不是kd track 我也有可能被接管 大家看一下他先比较了一下这个 kd 如果这个东西啊 如果是 呃 不为0的话 那就跳到啊 这那好吧 他无论如何 那这个看来这个kd track 他是一个至关收价的作用 就无论你是不是803 还是有没有忽略这个异常 你这个KTX5必须都得成立 大家可以我们直接F5看一下 大家看 这个是一个雨对吧 这个是个 雨运算雨运算 刚才这个必须是雨运算 不对这个我们看位置 或 这个是或雨运算 也就是说 你这个得必须满足 对吧其他的到真无所谓了 对就这样 这个 他可以确实这样对吧 如果你这个地方确实是的话 那我们就只要这个满足就都可以 然后你其他这些啊都满足 我们看一下啊其他这些都满足啊 啊 假如这个debugport满足啊 然后 那我怎么感觉这个好像啊 难道说这三个都满足的话 我看一下 按照这个ID翻译 他说这三个都满足也可以 要么你这个就满足 我们看一下 假如现在满足 什么呢满足我们这个 debugport 这就不等于零的话 那就直接跳到这了 嗯 这没人改的这个al啊 哦 对 这这也还有一条红线大家看啊 就是你 呃 果然就三个都得满足 呃都满足 或者是只满足这个keh trap 呃 那刚才证明我说的没错 就是说你如果你的这个用户态的 英特3啊 这个中断指定 想被你这个内核调试器接管 我们得满足啥啊 ID这个翻译就挺好 要么这三个都成立 他被调试 而且不能忽视忽视这个异常 而且他必须是800 呃 不等于 不等于80033 我们看一下80030 是什么 他没没闻到话对吧 没闻到话 无所谓 呃 就可以被我们的内核调试器给接管了 但是如果你只要有这个 他说如果是这个kd trap 那他就会无论如何 他一定会不接管 哪怕你这些都不成立 对吧 这个就是呃 我们用户态的异常啊 呃 也就说他这个并不局限于 刚才我看错了 他这个并不是80033 也就是说他这个并不局限于 你必须是这个断点 对吧 你只要不是这个都可以被呃 用户态接管 哪怕说什么呢 我们试这个异常 你只要这个a字kd trap 呃 能够呃 试一 那也可以被我们的这个 内核调试器给接管 好 小时候我们继续看一下 呃 往下看 这个地方就是 如果没有被接管 我们就到这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 或者是这个内核调试器没处理的话 我们就跑这来了 呃 如果处理的话 那就不经过 不经过这个啥了 呃 用户调试器了 对吧 或者是用户态的异常异常派遣 异常分放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他又看比较一下 是不是呃 这个异常 如果不是这个异常啊 我们就直接往下走 直接往下走 他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发送调试器了 大家看 这个啊 后面我们就会重写 这个函数 然后给它hook掉 我们还是使用pthook 大家看 其实 哪怕我没有这个debugport 我也是会发一遍 对吧 他其实在这里面判断 你有没有debugport 好 我们继续啊 他test了一下al 无所谓 我们继续往下看 呃 这个并不重要 呃 往这走 对吧 如果这个地方就说明什么 大家看 teth al 如果不等于0的话 就跳到这 不等于0 就说明我们处理了 等于0就往这走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没处理 然后继续往这走 往这走之后 呃 这个地方就比较有意思了 这个地方 它就开始提升对战了 因为大家想一下 我是不是处理异常 我们经常 就会说明什么事了 我们就能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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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能处理了